接下去,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讲到耶稣的名系列,第五个系列 还没有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呢,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穷人啊,他经济很糟糕,很穷的时候呢 想到很多方法都没有人去理他 结果他就想到一个很疯狂的方法,就是写一封信给上帝求救 然后希望上帝能够支助他一百块,让他不过难关 然后就把这个封信就放在那个游箱里面 那么好心的尤才,就看到这个穷人很可怜 看到他拿到这个封信,就自讨腰包给他五十块,然后又把他管寄到他的家 然后没多久呢,尤才又收到同样这个穷人寄给上帝的信 然后尤才打开里面的内容,他这样写着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帮我渡过难关,我不是想抱怨 但请您下一次送钱来的时候,别经过尤才,他们抽我的佣金实在太贵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有时候我们帮助人 那个人不懂得感人的时候,他不会看好的方面 他反正觉得,你帮助他,你是帮到吗? 在帮助人这里要有智慧,是吗? 犹才是个好人,别往不要掀望成坏人啊,感谢主 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耶稣的名,耶稣名字的威力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28章 这里,如果你有没有圣经请你看这里的经文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好不好一起读啊 一、二、三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Amen,我们做了祷告 父神啊,请你打开你天上的窗口、门户 倒下你的Mana,和实力的Mana 最最贴切的Mana,不多也不少 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灵命可以成长 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 好叫我们能够亲近你更多 好叫我们能够对你的心情再一次的被跳光起来 结束啊,把以下时间恩告讲台,恩告的徒人 能往我发出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你的儿女 感谢咱们你,有此的报告,奉耶稣的名 Amen OK,但听到我说 我们以前的系列从第一个系列到第五个系列到今天 我一直强调耶稣的名的重要 耶稣的名字所带来的威力 今天耶稣在圣天之前说过一句话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但是耶稣没有停在那里 OK,拜拜,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们自己保重啊,自己保重啊 我就回去了,拜拜,没有 他接下来马上第十九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罚民主要门徒 意思是说呢,这个权柄啊,没有留在耶稣身上 没有耶稣把这个权柄带回到天上 他说,所以,你们要去 英文是,Go ye therefore Go ye therefore 不是说,不是停留在不了 这个是,你不能读十八节就停下来的 因为,我们读圣经啊,是那些 把圣经的排起来啊,把它变成一节一节 其实这个是没有分开的 是一句过来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要去 所以,兄姐妹,全病在耶稣身上 而不是在耶稣身上,全病也交了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讲,耶稣是掌权者 第二端 耶稣是掌权者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说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死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耶稣的钥匙 阿们 圣经到什么说呢 耶稣在复活之后,曾经显现给使徒约翰看 在巴默祷那时候,显现给他说 就对他讲这句话 我曾死过了,我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要死,他的言文意思是全病 所以全病跟要死是同等的 一样的意思 你有一个拿所思的人 就是代表一个有全病的人 等一下我会继续向他说 人类最大的问题 不是没有钱 人类最大的问题 不是满身都是病 人类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他要面对死亡 我们常常伙人常讲 不要,不要紧了 我们死了一了百了 死了真的一了百了吗 未必死了一了百了的 原来我 我不就钱 当然这不是我经历的故事 但是我看到一个 不是看西安 看报道 有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他死过 他整个家人都在那边哭啊 哭啊 就很先伤心 突然间 在他们在这个 伤心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进来 他说这是我的丈夫 这个闹剧啊 就闹到法庭上 怎么会一个丈夫有两个妻子 而且两个都是有牵制合法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性光 我告诉他比较漏 意思说 意思说什么呢 死了不是一了百了的 死了之后 你看看这个故事 死了之后 还有很多的后续发生 才发现到很多 天大的秘密 原来这个男人啊 有两个老婆 死了 一死啊 不能一了百了 如果今天我们很穷 如果我们不死的话 我每天每一个月都在赚一千块一千块 我不死啊 我能活到两百岁三百岁 我最少我在一百岁以后 如果一百岁不能在五百岁以后 五百岁不能在一千岁以后 我可能也成为五百万十五 因为我不用死啊 对吗 问题是人类要面对死 如果现在我很有病 我满身都是癌症 我可以找医生打TEMO 吃药 疗程 怎么样 就是死 就是因为我不会死 我继续医 继续医 有一天有医学 发达 找到药 药引 死到我这个癌症 不会死 我问题是不会死的 问题是 病不是最可怕 穷 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是人类 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死 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对着约翰说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 而阴间的癌症 耶稣基督讲得很简单 整个世界上所有宗教 唯一基督教 唯一基督的信仰 跟其他人的信仰 不一样 就是耶稣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 当个宗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 哪个宗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 其他什么神复活了 摩罕默德 什么复活了 唯一耶稣复活了 也唯一 在Glender里面 你能看到 耶稣复活节 在过去两千年来 两千年来以来 很多人去找很多的证据 找很多的方法 去证明耶稣死了 从来没有复活 都不能成功 你今天去找佛陀 他的遗体已经没有了 可是他有设利子 设利子 大家就喜欢看他设利子 为什么要看设利子 因为他就把它烧成 把那个身体一定烧到 变成 他因为得到成佛了 可以有设利子 不是每一人都有设利子 他们所信仰 证明什么呢 设利子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这位佛陀先生 死了 但是今天我们唯一能够 荣耀 能够感到自豪 能感到骄傲 耶稣复活 今天你去到耶路撒人的粉墓里面 你看的那个粉墓是空的 当然还有一些伦敦的伦敦的 那个博物馆把他的火雇收藏很好 然后拿来展示 证明耶稣复活了 剩下那个火雇 然后他很值钱 他们收起来博物业里面 但是事实上 耶稣复活了 没有人 事实上没有人类 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编导这个事实 耶稣复活的事实 那我们回到来讲 要死很重要 耶稣是掌权者 为什么他说 我说耶稣掌权者 因为拿着要死的人是有权柄的 阿们 为什么一个人拥有要死 表示他有能力打开和锁住的能力的权柄 但是有许多吉日徒啊 不知道这个奥秘 他不知道他们身上有多少的权柄和能力 当我把我家里的钥匙给Nancy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 意味着说他可以享用 享有我这把我家里的钥匙所带来的威力 当他去我家的时候 他不用说 不用拿着锁住进入我的家 然后不用说 哎呀牧师啊 我可以坐你的sofa一下吗 我可以打开你的冰橱拿水喝一下吗 我可以用你的厕所一下吗 或者种种 我可以用你的洗衣机一下 不用 因为我交钥匙给你就代表你有这个权力 你有这个权柄使用这个钥匙 今天我要告诉你这点妹 你有这把钥匙 耶稣已经把这把钥匙交给你的 耶稣今天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我给你钥匙交给你的 但是我们 虽然有很多时候要 我明白 我知道这个钥匙在我身上 可是很多基督徒们 从来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 很多基督徒们拥有这个钥匙 从来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 我捆锁 难怪他们过着一个很可怜的生活 我面对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今天我再一次跟你们 再一次鼓励你 与你分享 你有这把钥匙 这钥匙能够给你打开 就是释放 这钥匙能够给你捆绑锁住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 你是授权者 大家讲 一二三 你是授权者 把好多一起来读啊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基督奉我的地理安鬼 说出一方言 手能打折 若和了什么毒 也必有受害 手看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Amen 圣经跟我们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兄弟妹 你是信的人吗 不一定是基督徒 不是一定基督徒 就是信的人 有些基督徒 过了做了很多 很久很久的基督徒 可是他从来不信 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耶稣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很直白的 告诉他 信的 会有神迹 随着他们 你是基督徒 感谢神 问题 你信吗 你相信神迹 其实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或者 还是你到处去找神迹 哇哪里哦 那个路是很厉害 哇那天 我相信那边教会很 很很很黑 很灵厌 我要去一下 那就糟糕了 不是神迹奇事随着你 你随着神迹奇事到处 神迹讲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 随着他们就是封我的名 大家讲 岸鬼 岸鬼 说信方言 说信方言 守人大蛇 守人大蛇 喝毒物 喝毒物 守岸病人 守岸病人 这些你都能做 当然你说 阿不是啊 那么我可以回去拿 普比欧啊 你知道普比欧啊 那个 那个除草的普比欧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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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那个你的家里的草 要 要 把杀虫妻 杀虫妻呢 拿来喝掉 我喝毒又不会死的 因为牧师讲的 圣经讲的 别弄傻的 别 别冒险 不要 不可实叹上帝 也没有叫你去 故意去找蛇来捉 诶 这边有两只手 去捉 一只眼睛蛇 我不会死的 当然也没有叫你这样做 但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上帝跑去 我前一支啊 我 我人生当中我什么都不怕 天不怕 怕地方我就怕蛇 但是我有两次我遇到很特别的经历 而我家住在城市 市中 自动进屋 应该不是靠山的地方 应该是会有蛇的 有一天 我在半夜 我听到我的车座 拼命干掉的声音 那个肥皂掉下来了 我以为 哇 这只老鼠很排 还蛮大的包 这肥皂 不用 我就好啦 反正我半夜醒来我去小便 我身边把那个肥皂 开灯打肥皂 不要放我眼睛的时候 我看起来 竟然有一条 虽然不长 大概也有两尺 两尺这么长的蛇 卷在我的那个厕所的窗那边 我当场我都吓到白年 我都不知道 我忘记我可以打911 叫那个人来坐舍 我吓到我怎么 如果我继续睡下去 我都睡不着了 我会睡在哪里 他睡 他跑进我 跟我一起 通床 怎么办 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 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你离开 这时候好像会听我讲话这样 他就也很平安 很安静的从那个窗口爬走了 但是我也不敢睡 我还一堂万一回来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 哥 我要请你加睡 因为有蛇 这是一次经历 然后教会 可能我们的母堂 因为我们母堂前面有一条河 有河的地方一定有蛇 然后你也知道 我们母堂有做幼儿园 对吗 有一次他也亲眼看见的 他们在 哦 这是什么 他们在讲 什么 有蛇 大家也不管去做 其实我也很怕蛇 但是我是牧师 大家都怕 我连我也怕 那就很糟糕了 我就走过去 其实 它好像类似的是 有毒的蛇 是黑 黄黑相见的一条蛇 就是黑王黑王 那种是毒蛇来的 但是 是小蛇 小孩子的蛇 但是我也不敢去捉它 因为我不懂得做蛇 我就 他们说 赶快拿滚水 拿滚水 去烫它 好了 去拿滚水 越烫它越跑 更深进去 跑到我的那个 baby room 婴儿室 哇糟糕了 如果把这个蛇捉出来 万一那个婴儿啊 我的 baby 被咬到 我就是 白瘟了 我就把那整个 baby room 的东西搬走 然后我说 主啊 你要帮助我 是我刚强钻板 我就外面打一个红钻 我就 安真正 向着他 这样 递过去 好啦 感谢主啊 压到他 马上用我90斤的身体 哒哒哒 真的是 但是 死得很糟 然后我就把它清理掉了 当你遇到 不是不意叫你去捉蛇 也不意叫你去拿蛇 但是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上帝会给你 权柄和能力 也给你 直到要去处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 当我们奉主得名的时候 兄弟姐妹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三个世界 必须听着 第一 天上的天使 大家讲 天上的天使 天上的天使 第二 地上的弯物 地上的弯物 第三 地狱的魔鬼 地狱的魔鬼 他们必须服从耶稣的名 而我们就是拥有这个名字的 阿们 阿们 耶稣的名属于我们的 大家讲 耶稣的名属于我的 因为我是受权者 因为我是受权者 或许有人这样想 哎呀牧师 今天我们不需要医治的能力了 我们都有那么多医院 有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医生 不需要讲方言了 那么多的宣教士 都可以到处去宣教 不用讲方言了 教会也不用有人 你去背负魔鬼 撒旦魔鬼 不必赶鬼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初期教会之后了 不不不 这些超自然的神迹 发生当我们奉主的名 这些神迹跟随相信的人 感谢主 耶稣的名 今天属于我们 耶稣的名有拯救 不仅有拯救 耶稣的名也包含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尊贵 所有的荣耀 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说你也不要再次的鼓励你 如果你信耶稣 你不常用主耶稣的名 你不懂得使用耶稣的名 你就不要说你为什么你那么多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用耶稣的名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名 名字带有一个人 在这个名啊 在耶稣的时代有两个含义 第一 名代表某人的本身 赞美耶稣的名 你就是赞美耶稣本身 爱耶稣的名 你就是爱耶稣的自己 令耶稣的名受到羞辱 也就是羞辱耶稣他本身 认识神就是认识他的名字 所代表的一切 明白神的名就是见到神自己 耶稣的名代表我们从圣经中 和个人的体验中所认识的他 这包括你能体验到他的大人 你能体验到耶稣的爱 你能体会到耶稣的怜悯 他憎恨罪 他升级等等 此外也包括我们对他永恒的 荣耀的认识 他的创造 他道成肉身 他为救赎所献上的 他的复活和他的灾害 第二 名代表本人的积极参与 对初期教会 初期信徒的言 奉主的名聚位 就代表耶稣亲身在我们当中 今天认识神 今天我们没有把一个像在这里 让我们来朝拜 我们没有提耶稣的照片 也给我们朝拜 为什么 我们相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主就在我们当中 阿们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是起源于你对神的信心和信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接下来我要介绍你一个人 这个人 英文叫做Spring Rickoverse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译为 史密斯威克斯威尔 哲克尔 他是一个英国人 在他服侍的一生里面 曾经叫死人复活 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曾经被他死 叫他从死里复活 里面 就是 就死了 被叫复活 他的信心的影响了 他不读经不祷告的时间 不超过半个小时 就每半个小时 他就会读经祷告 他喜欢重复去读经一个小时 祷告一个小时 随身携带小本的圣经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讲 他其中有一次 他是这样 有一次 这个 这个 威克斯威尔先生去一个威尔斯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采息的地方 然后 他要去为那个采息的公徒来祷告 这个采息的公徒名字叫拉撒路 因为他自业操劳过渡呢 就懒散了肺癌 就肺力肺牢 那因为这样就一病不起胎 过病六年 然后呢 这个 史密瑞伦就向前去为他祷告 可是在没有去祷告之前呢 很多人已经为他祷告了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旷场 他不断向了传福音 他认为上帝没有医治他 因为 因此而伤心 事意而失智 就坦在传三福音 他说 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他 好了 这个 史密瑞伦就到他的家里面 就找七个人 跟他一起为拉撒路来祷告 他们就牵着拉撒路的手 围着眼圈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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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他们就说 威哥就说 我们不要祷告了 祷告够了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用耶稣的名 然后他们就全体围在一起 然后归着祷告 他们就归着祷告 他们就归着祷告之后呢 一直归着 归着眼圈 一直喊着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的名字 喊耶稣的名字 喊了许久 然后呢 忽然间上帝的能力 临到他们当中 一共有五次 神的能力降临 每当他们喊着耶稣的名 躺在床上的人 仍然不懂 第六次 神的能力直接临到他们身上 拉撒路 就是那个病人 仍然不懂 为何是对他说 神的能力就在这里 那就要看你接不接受 然后 那个人就 开口说 我的心充满苦涂 我知道 我让圣灵担忧了 我现在很无助 我举不起我的手 连拿汤匙的能力也没有 然后 Smitwood 先生就对他说 灰改 神必替你的祷告 于是那个人 便灰改喊出 神啊 让我成为你的荣耀吧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就充满他 威格斯跟其他的人一起 继续的喊着耶稣的名 他看到整个床都在战斗 连那个人啊 病人也在战斗 然后呢 威格斯就吩咐他 你现在可以下床了 走下楼下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 我不会 我不会服你 然后 拉撒路就坐起来 换上衣服 走下楼下 他没走一步 Smitwood和其他的 他们一直喊着 在称赞着耶稣的名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赞美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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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威格斯先生就对他说 你去告诉别人 神在你身上做事 拉撒路走在街上 大声呼喊 说耶稣拯救我 耶稣拯救我 凡认识他的人 知道他已经躺床右脸的人 知道他被上帝一致坐在街上了 都纷纷来相信耶稣 信他耶稣 我要跟你讲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遇到很多人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死亡 死亡不一定是真的躺在床上 或者躺在棺材里面 你的死亡 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必须要敢敢的 来向耶稣救救 不要再祷告了 祷告多 使能够 那你不要为牧师 牧师鼓励我 不祷告 我不是这样 祷告多 会产生很多的 有时候行动 行动会好一点 我们常常有计划 计划不如变划 变划不如一句划 有时候一句划会好多过你 你讨你怎样去计划 还是怎么样 讨去呼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关系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问题奉耶稣的名 向着你的病喊耶稣的名 把它完全的解决掉 我再讲一次 再令人见证 我就要结束我的讲法 我从讲述跟着我一个牧师 我今天还是很尊敬这个牧师 因为我跟着他13年 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 我也看到他怎么样去做很多的成绩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时候我才16岁吧 15、6岁 那时候我才15、6岁 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家庭 去到一个印度的家 印度人的家庭 一个那个妇女大概是80岁 已经躺在床上 那印度人呢 没有信念书他们死的时候 一定要放诗篇的 要放在那个家里诗篇 然后呢 我们去的时候 他的妇女已经死了 第四天了 然后我牧师就叫他的家人一起来 然后我也站在旁边 然后牧师就跟那个家人说 如果你们整家人信耶稣 上帝一定会是恒戒 你的太太一定会是我 然后他们几个印度人啊 家人一起家人一起去开 家庭会 讲讲讲讲 然后他们也意思是要谈的内容说 我们假假信耶稣啦 如果能够好呢 我们就OK啦 如果不好的话也无妨嘛 但是我们也不傻嘛 我们也带一个印度的病宗过去 知道他们讲什么 不能要信就真正的信 不能假假的信 暂行信的 一定要真的相信 好了 他们就开第二次的会议 家里会议 好 如果耶稣能够叫我的太太过来 然后我就整家人信的住 我看着我牧师 把那个病床的女人 然后把她挖起来 靠着墙壁 创墙壁 奉耶稣的名 这是圣灵感动啊 不要写啊 写的主人在创的时候 你就被人警察出 奉耶稣你创这个墙壁 把这个死人已经死了 创不是很大力的 他就抓住他 他开始扯破了 他很小 他已经受到了很不行 奉耶稣的灵 第三奉耶稣的灵 他的墨跌出来 啪 就是下半天被看见 啊 他要包起来 然后就让他坐下来 这个人竟然能够坐 能够起来 其他这个甘工 那个他的家住在荷州而已 比较荷州而已 有很多印度人 整个甘工的人都来看围观 看上帝在做什么 这个太太八十岁 十四天活过来 然后我们是说 她四天没有睡 没有可能睡觉 四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赶快给她吃东西 要不然她也没有 就算活了 她也有力气走路 我们看她就泡 麦可给她喝 喝喝两口三口 然后就带着她 走来走去 也真实给大家看看 这个人 耶稣的名 是超乱严真 那你不能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叫 记者来拍啊 没有叫 没有证实啊 我你们也没有想到 但是 我们太 excited 那个见证了 就忘记了 那个东西 忘记了那个东西 然后 然后 这个妇女 也来了两三天 不是两三天 两三个礼拜的聚会 第四个礼拜 她就不来了 诶 奇怪 她不来 我们聚会过 打电话给她 为什么你们整家都没有来啊 没有来参加聚会啊 印度聚会嘛 那我们决定 我们被整个高峰 整个家族的人受压力 说不可以信耶稣 我们一定要回去拜拜 好了 我们也不勉强 把电话关掉 下午四点多 这个女人 死了 上帝赐她生命 她领受的生命 她拒绝上帝的一日 拒绝上帝的一日 拒绝上帝的一日 如果我们早知道 我们把它拍起来 报道起来 我们没有想到 会上这么快 好 那个人不信 那我也看过人家 祷告死人父王 死人父王不代表说 所以我常常 我很强调 说神迹奇事 是上帝用的工具而已 我们不要强调工具 我们不要强调工具 最主要是让人信耶稣 到最后 就算死人父王 人不信耶稣 这个神迹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利益 没有什么好可破的 但是我要跟你讲 这两个故事 这两个见证 耶稣的命 能够发生不消 我现在啊 每次主持上帝的时候 我都偷偷的走进去 那个棺材那边 很小声的讲 耶稣的命 活过来 但是到今天还没有 我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我相信一天上帝会用我 因为我 我看到我牧师这样做 我领受了这个 这个东西 我也看到他 他说 可能一天我要写好 封耶稣的命 创墙底 但是我还有这个感动 我没有这样做 可能一天 看到牧师这样做 也不要吓到 因为我有感动这样做 我在 死人父王没有做过了 坦白说 没有为死人父王这样做过 但是在中国 我宣教授 我很多 很多次 让圣灵感动很强的 很强的 有一次 我为一个小孩 祷告 然后我要按手 为他祷告的时候 圣灵我讲 不要不要祷告 不要祷告 那要做什么 他说你吐口水 这样 这样 我要这样做 我就摸在他的眼睛上 眼睛就打开了 我跟圣灵同众到一个程度 我已经不在于 怀疑圣灵的怀疑 当然 我没有在槟城做 我没有在马上做 因为我还是要槟城 不用 因为人的自担 防疫 看医生啊 找医院啊 找病 他们都想被医术医治了 所以我很少看到神奇 有一次啊 有一个重肺癌的 cancer 他正式是肺癌 然后我就要为他 那个肺来祷告 说安守在那个肺的时候 然后圣灵要说 你不要为他祷告 这个不是病 这个是默奎的痛快 好了我就说 好我就 那你要这样做 你向他的肺捶上下 如果你没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你不确认 确认上帝的带有的感动 你应该会很危险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圣灵的感动 我完全信任圣灵的带有 我就在他的这个肺部 捶了三下 我说我先说明他 所以你们 我现在要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但是不是我要做 是圣灵要做的 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做 然后捶上去 没有事情发生 我也怕他有事情发生 不是好 是可能倒掉死掉 然后我就说 好了 你回去 你去找你的医生 再找一次X光 看你的肺部的情况 回应我 我待在这里 我每次去中国 都一个月 所以我不会跑 不用怕 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他去回去 找医生 Jack那个X光 那医生说 这么奇怪 你明明有肺癌的人 为什么你的肺部 好像新的药 完全重点 事情 快做成功 不要老 我今天跟各位讲这些东西 不是说 不要跟你讲 那个牧师 特别我不知 我不是 我是很普通的一个人 普通一个很普通一个牧师 但是我愿意来上去来动不动 今天我又回到这个问题给你 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 上帝把这个钥匙给你 你有权去打开 你有权去捆满 你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 你有这个能力 奉耶稣的名 如果你有能力 有这个钥匙 你却在家里 看他 在家里 眼座 当然你看不到能力的场景 那里 能看到能力的 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你要 你说 不是我想学 我想知道 怎样做 好了 你的既期二情事 跟牧师一起同工 来这里 看我帮助 我如何帮助别人 看我如何为人祷告 看我如何帮别人 我辅导 我欢迎你 跟我一起同工 看我一起去 从宪政 体验上帝的能力 当你愿意走出去 为上帝做工 拿着钥匙 上次给你的钥匙 而全民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上帝会使用你 不是你祷告有多久 不是你读圣经有多久 不是你有多虔诚 而是 你是一个愿意的 事情给你 上帝来使用 让我们站起来 祝你